要去找书 偷书的时代 对 但赵建兄生活成长的那个年代 是书籍冲刺 书籍甚至泛滥 这样的一个时代 而在这样一个时代 你依然抱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想 也许比当年更为难能可贵 更为无量 所以我是心里怀着这一份敬礼 包括刚才杨娜老师娘讲的这一份温情 所以能够来见证这个河五三房 这样的一个盛点 感到非常非常的有趣 太好了 谢谢 余先生 您也说两句 我跟赵建算是有缘分 因为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 我就参与发起过一个乡村的图书馆活动 那个乡村图书馆有游学活动 赵建那个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 就参加过游学 对 所以跟她是很早就算接下了还不相识的缘 后来又知道她喜欢诗 包括我今天还带了一本木担的诗集想送给她 她自己在做了一些活动 后来又通过介绍我的书 然后我们又认识做了直播 对刚才您的苏王对她的那个赞誉 对过是非常赞同她确实是有财有本有德的人 所以说不定当初是受了您的什么影响 没有 没有 你让人家PUA又说了 读书读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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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喜欢她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书比女孩子复杂 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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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老师刚才,这是我第一次有心拜见我李老师 因为我李老师的书,包括越南先生的书 在座好多老师的书都是我差价常备的 包括四孙兄的书都差价常备,要经常看 所以我说书对于我来讲可能不再是一种获得知识的必须的途径 因为今天的纸质书不再是一个途径了 今天有电子书,有各种非常方便的数字 但我们为什么还那么痴迷于纸质书 我想这也不仅仅是一个计 这可能是最后一份固质 一份很无奈的固质 因为我还记得当年从外边学习回来的时候 那个年代,几十年前了 要用一个小集装箱,一立方米的小集装箱运输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什么心情 而到今天实际上有的时候会觉得书带来一种压力 甚至是一种累赘感 但是我们依然离不开书 所以大概我们这个生活,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 包括我们成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样的 是离不开书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赵建兄用何物来命令这个三方 我想这可以大概用一个问答句来向赵建兄请教 我这个揣测是不是对 同时也回答您这个问题 何物用一个问号 此物最相似 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书还是最相似的 我们最牵眼,最放不下的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张老师啊 那你其为何物啊 就是这书真的是读出感情来了 就像谈了一场恋爱一样 而且这个恋爱还没有终结啊 美丽老师,你刚才说了言如玉了 要不咱说说黄金物吧 美丽老师 收藏整理古籍 收藏有十万收藏之众 哇,这是什么一笔财富啊 您讲讲这个书和财富之间的关系 应该这样说 这个它后来变成了一堆钱 这是这个无一种则之 最初的时候没有这一概念 我觉得爱书人之所以爱书 就是因为它能存得住 如果它把它看成了一堆钱 它很可能就会忍不住的去变现呀 因为这个过程中 就仅30年的为例子吧 30年大概涨了 平均古籍涨了1000倍以上吧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关键当年 你要把它们一本本收起来的时候 得花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样说啊 比如说从80年代藏书吧 80年代的时候的古籍的平均价钱 在一块钱以下一本 当时的新书也在一块一到一块二 也就是说新书原来贵于古籍 我们指的是普通古籍啊 就是说原本不算啊 在那个时代中读书人大多数喜欢买这个叫出版物 就是典校版新书 我们所说的洋装书 因为它便于用 因为它已经典校好了 所以反而没有人太多的去关注现装书 那正如前先生所说 其实对于书是一种本人的爱 因为那个时代中 我是60年代生人 那个时代中的书籍啊 产生了这种就饥渴症 因为我们这时候书店中没有几样书 就这么几种书而已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什么书都认为是好的 当书多起来以后 就有了分别心 有了分别心 就懂得了哪些书是值得藏的 也不藏的 这个所谓的知识就这么来的 但是后来的 它慢慢慢慢的 当达到社会共识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很大的价值 这是无意得知的事 那您觉得这些书的收藏 给您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它改变了我 让我变成一个书人 哪怕这是像K标签一样 慢慢慢慢的就被别人试制为什么 其实原本是它个人的爱 最后慢慢变成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就是书塑造人吧 书塑造了您 书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 刚才这书成为情感的一部分 这书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到余老师那书就是灵魂的 我们的家 余老师这么爱书 而且爱诗 书给你带来了什么 对 我觉得我读了半辈子书 我觉得书确实从书中很受益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对我的一个相貌的一个改变 真的 对 就越长越帅了是吧 对 但也不是说那么就是富有诗书气质的娃娃 我虽然没有富有诗书 但是我觉得读书还是能让一个人的相貌变得好一点 变得儒雅一点 所以我就说书是斯文 这就是我说的 包括您说的灵魂 还有我认为书还是可以传承道义的 这个道义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很陌生了 但是我刚才从苏玛老师的发言当中 以及赵建兄的发言当中 还是看到了一个历史道义的传承 我认为书也是有道义的 包括我今天还给赵建兄送了一个礼物 是一幅字 我写的是风月文章 当然我用的是欧阳修送给王安石的那首诗 叫韩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连心傻在 后来谁以子尊先 是这么一首诗 所以我觉得这一首诗 所以古人说三天不读书就面目可憎了 您就天天读书 就越来越可爱 越来越可爱 其实三位不仅是藏书读书之人 也是写书和出版人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到我们的和物山坊 他们是以艺术类书籍的出版为自己的特色的 所以我们要讲讲书之美好不好 讲讲美的这个话题 还是从伟丽老师这儿 古籍之美 美在哪里 当你看到这些版本 我不去说它的这种财富的价值 就是它的美 看到这些版本 看到当时的纸张 当时印刷的字体 当时装针的方式 它美在什么地方 美是很个性的 但是它有能够总结的地方 我恰恰在近期内刚刚正一本书 就叫《古籍庄针之美》 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就是谈庄针的各个角度的美 那我认为的美呢 当然是从所谓的从外到内的 首先是古书为什么这样搞 比如说吧 中国的现状书 是世界上所有庄针形式中唯一性的 它为什么是如此的 同时来讲 为什么当年的甲骨变成了简符 变成了博书 为什么后来变成纸质书 为什么装成了现状书 又变成了蝴蝶庄 蝴蝶庄 一路下来的宝贝庄 是怎么一个演员过程的 我认为都是跟美的变化有关 所以美是变的 就如同环飞燕兽 那以前可能以胖为美 或者变成以兽为美 那你要飞燕 你有什么道理 其实我觉得美没什么道理可言 就是觉得这样就叫美 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文字之美 中国的这种古字 比如说中国是最讲究书法的国度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的执拗于书籍之美 就是文字之美 然后来展演到了书籍之美 所以中国的美是一种含蓄 所以中国人的书籍的装真也是一种含蓄 这就是中国人美的这个 怎么一句话呢 平容 文字 大概这样吧 其实它不仅有美 还有其中的风骨 维利先生刚才说到 看到古籍之美 它的装真 它的纸张 它的字体的选择 其实都是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烙印在里面 那我知道这个余世纯先生也是特别在追求汉字之美 包括您和您的这个同伴重新再版的这个城中盟学堂的字刻图书啊 这个时候这是当年这个胡适啊 叶胜桃啊 风子凯这些人 专门为启蒙的中国的小孩子们来编写的这个图书 在从中你又能够看到怎样的文字之美呢 我们对汉字的一个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 比如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度以为汉字是一个 对 有点落伍 或者说没有效率 包括汉字的书写 你像那个余佑任先生后来还专门做标准草书 就是说啊 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 我们把它简化简化 而且让它写快一点 包括我们放弃了毛笔的书写 用那个圆珠笔 钢笔和铅笔来写 这都是对汉字我认为是误读 后来我跟很多写书法的 因为欧阳老师也在 我们是都知道 从中长期看长成比较 那个印笔书写是比不上软笔书写 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呵护 因为我们写一笔的时候 我们写的时间超过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我们的手脚会僵硬会很难受 但是我们用毛笔是那一天是写一两万字一点事都没有 所以从效率来讲我们的毛笔书写一点都没事 所以从这些角度 那现在都打键盘了呀 对 打键盘了 但是喜欢毛笔书写的我相信还是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里涉及到您刚才说的汉字之美美在哪儿 这个后来我跟重前馆的我的师兄李克先生 我们是有过讨论 我们都意识到汉字是一种向天法地的词 他不是把世界放在我们之外 他是让你观看汉字的时候一定让你进入其中 对 这个是我们体会到我们在世界之中 而不是我们跟世界隔离 这是后来我读书一个转向的一个原因 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读书应该把你自己读进去 投入进去 放进去 对不对 你读出来的都是你自己 所以你对这个世界是憎恨的 那么可能这个世界在你之外 你对它有某种割裂 但是你觉得你要参与这个世界的建设也好 我用我们中国原来的话叫参赞 一个赞天地之话语 那你就能够感觉一种深深不息的美 这是我们从读书中当中找到的一种感觉 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 对 谢谢 谢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余老师 好 跟我前二十来说说吧 书籍之美 读书之美在什么地方 你也是藏了很多的书 好几路子的书 20万 20万 二十万 在伍威老师面前不提醒 因为我觉得就是谈到美的话 它大概是一个单向的认可和一个双向的印证 单向的认可和双向的印证 我特别赞同伍威老师的说法 其实没有道理可言 你比如我到现在我个人读书 还是非常固执的喜欢看书版的 喜欢看书版的 那当然过去有这样开玩笑吧 说新文化运动以后 咱们的书改成横排了 所以今天呢 读书这么多 读的时候就老师 嗯 不对 不对 说古人这么多 我对我 我对我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这个是的确是有心理学试验的 就是人的行为会对自己的态度有一些影响 那现在你比如大概在两个星期前 我还非常高兴的买到了越南先生的书 但是就是那个是纸牌的 三卷 三卷 有纸板的 有纸板 在海外出的 越南老师我能跟你说吗 我们家 我们家几口人买了三套你的书 就是因为这样不会互相抢书看 这样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版本 那么原来越南先生这个书的横版 当然这边版本也有 但是一定会觉得这会特别更美丽 包括我还比较喜欢毛边书 前一段刚才跟韦丽老师汇报 我前段在读韦丽老师的乳脉 但这个书原来非毛边版本也有 但是有了毛边本以后呢 还读一页 产一页 是不是这也有形式之美 所以黑格尔说这个美是理性的感性表达 一定是 他一定是有个性 然后有这种美的这种不特的享受 所以我想如果要结合刚才 世春修讲的跟韦丽老师讲的 就存在着汉字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唯一有六书 这样一种体系的一个独特文字的话 那么中国的书籍是应该有它独特的美本 那么赵建兄现在在做的这个尝试 他出版的书 因为他的书都非常的厚重 装真非常的漂亮 又特别去江青 他为每一本很重的书 他的书都太重嘛 我几公斤 十公斤 那他做了一个书架 我觉得这就是很美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说法 就那个 Benjamin Schwartz Benjamin Schwartz 是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研究 中国的一个私压史家 他每天回家 就在进门口放着一个阅读架 但他是犹太学者 所以他里面 他在我们家里放了一本巨大的卡木头 每天回去他多几年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美 那包括现在我们过去可能很多人很反对 说家里放一面墙的书 这个书都非常漂亮的书 整整齐齐的 一看就不读的书是吧 但是我觉得不对 就是书在今天只制书 本身就有装饰功能 并且它应该有装饰功能 包括我看到过韦利老师的这个书架 您家的那个差架 我很羡慕 我留着口水看 然后您看您的那种古籍书 您写着签条 然后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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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放在里面 它就有一种装饰之类 那所以我觉得像赵建勋现在做的也是一种 在今天这个时代 书的一种新的美的表达 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个书的美 太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三位老师继续聊下去 当然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无穷尽的话题 是吧 就是这样 其实读书是一件非常非常私人的事情 可能就跟谈一场恋爱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说 我是什么样的择偶标准 就是我喜欢 就是我喜欢 我享受 然后从中得到无穷的美的感受 和一种心灵的滋养和力量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老师 谢谢给我们分享你们的 独出的那种感受